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在新潔州 在北軍的軍修 老外院 我實在是高雄美濃人 再來新竹 再來新竹 就在社團 我今天講的就是 社會福利法 一個富有福利 所以我們台灣民進府 說這個法 現在就在修改 今天大家有榮幸參與 所以我最後十分鐘 十分鐘會給你們提供 你的意見 構想 怎麼來改革我們的 現在目前的困境 一向中華民國都沒有 交付我們台灣人的 我所知道就是 只有學生 勤務的學生 修學到國中都不用錢 你會愛嗎 有比較年輕的 有小孩子的 現在註冊都要錢 不過他公教人員 回去他就無助 他們公司都有補助 公務部門都有 公務人員都有補助 我們台灣人都沒有補助 所以我今天 主要是我們有些概念要改 我們來解釋一個說 法律政要有人信守 要有人遵守 沒有人遵守 那個法定在那裡是沒有用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一個朋友去德國留學 有一次塞車就塞 在剛才倒車的時候 撞到一個馬路上旁邊的一個掌柱子 可能沒有大掌 他撞到的時候 裡面一個富人家都出來 你撞到這棵路樹 這個路樹假如半年內死亡的話 我要找你算帳 就馬上把他的車號記起來 害他那半年齁 每天都掛水 那棵樹子 怕他死去 這個背不能背 什麼 美國的 德國的教育 我坦白跟我講 他們從小學到大學都不用錢 你外國人去研究所的話 博士的話也不用錢 可是你 說是生是四年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國家都這樣子 我們台灣 我們沒有怕出門 為什麼 他竟然38年又56天啊 很嚴重啊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他 中國東西我們都要打破 我們說 我們這個台灣朋友 這麼多年來 年來接受的 我們是被逼迫的啊 我們日本時代 二次戰爭 最後一次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時間點 有人會說台語 也會有人說客家話 都沒有 我客家話我會講啊 閩南話我也會講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我們的小孩子 都說國語耶 也只有69年而已 所以他中國思想 教的實在很徹底 這個儒家思想 有一點就是說 唯小人以女子難養野 這股是不是很歧視女性 眾男親女 男尊女卑啊 中國思想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有三妻四妾 小三小四還小五呢 我坦白告訴各位說 我到現在六十五歲 三年前我才知道 我對一個阿嬤生的 因為我阿公娶三個母 搞不清楚啊 真的 我到前年我說 我問我哥哥說 我們到底哪一個阿嬤生的 搞不清楚 為什麼 你照不顧到耶 我阿公照顧到小孩子 因為我阿公 我阿公死掉的時候 我爸爸才三歲啊 那是孤兒寡女的 怎麼養那個小孩子呢 所以我們要 現在西方 所有很多國家 都是 不要說男女平等啦 體力上是不平等啦 大母子就比較有爛嘛 大母子就比較沒爛嘛 那這是正常嘛 那可是 女性 不管如何 男性 一樣 夫妻之間 不管你是夫妻 兄弟姐妹都一樣 都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對 對 以前也是 選家也是 記得有保障名額嘛 這個保障名額 在我覺得是對女性的無路 我們都脫不了那種 框框的思想啊 所以 我們從現在開始 就是要從家庭教育 從兒童教育開始 我們來 從地來打氣 所以我們有什麼人 有美國啊 有德國 德國 尤其德國 我覺得我們以後 都要很學習的對象 為什麼 同樣 德國跟我們日本 一樣是戰敗 人家東西德 已經合併 而且現在 國民所得多少 誰有最新消息 現在四五萬塊啊 美金呢 難呢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教育資源 幾乎都是 中 中華民國的小孩子在哪啊 尤其最近 他 中國學生來 不用錢耶 六個月還有三萬塊 我們小孩子有嗎 沒有嗎 我一個小姑 一個小孩子 研究所畢業 既然多少 七十二萬的貸款 親和一堪 親和一堪 好 我們現在講 就是打破一個 我們 古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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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相 所以我們要想說 常常中國人講 部校有三嘛 無厚為大嘛 我們以後要打破這個思想 為什麼 不一定要重出 那一方面 我們不用說想什麼 只有現在獨有事件 癌症癌症 不死的不死的 現在是太多了 所以 我們現在台灣最近幾年 差不多十年來 幾乎都是國代教育 國代教育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們 富有福利法 我們從這邊 一定會有 重重的著墨 那富有福利法 頭一個就要設計的 設計的就是 社會局 我們從社會局開始 因為現在 多多少少 現在有一個家庭教育中心 每一個單位 現在有一個家庭教育中心 它也從上次 美國的教育 那負責的單位就是 家庭教育中心 負責分錢 分厚心理諮商的一個 你這個人 適不適合婚姻生活 很多人還是不適合婚姻生活的 因為他沒有想到說我要負擔 男女在一起 會很自然 都會有孩子的生產 有的人是補半 有的人補半 有補半還好 對不對 有的不補半 甚至用優生學 墮胎也是很多 那我們至於婦女 自己要思考一個問題 一個 你墮胎也不是很好的一個方法 那就是有的人說 用保險套或什麼的 我們建議婦女 自己真的要懂得保護自己 我們說成衣食之熱 要讓自己後悔一輩子的事情 蠻多的 這個都要從教育生活 從小孩子就要開始教育去 那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小孩子 並不是肯定的財產 這點一定要打拼 不是 欸 影響 有沒有 有的人影響沒事情說 拿孩子打來什麼 打來算什麼 這個不可以 幼童不是你的個人資產 是 也不是家庭的財產 是整體國家社會的財產 以及自然法則的生存起來 它有生存起來了 它有人權了 它有人權 它有生存的人權 所以有損害的時候 這個公權力一定要介入 當然很多狀況 我後面會有一些解釋 處理方式 你們覺得是說 以後什麼方式比較好 你們先寫起來 我們最後十分鐘 讓你提供你自己的建議 我們都會列入考量 我都會再下去 當然大家共同參與 不是我一個人會有辦法的事情 大家一起來 那公權力介入的時候 當然就要處置 處置要有諮商 要有法律的輔助 你這個人假如是不適合 小孩子讓你服養的時候 國家要介入的時候 國家就要提供激養家庭 後面會有講到激養家庭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假如是說 那當然很多人 男生 女生都一樣 小孩子生下來 你就有自然的一個 一個 你要服養的 不可避免的服養的責任 以及權利 那就是你的權利 到幾歲 目前美國是18歲 大部分都18歲 十八歲就新年了 所以說父母對你服養 是沒有責任的 可是你自己本身 要娶孩子的時候 當然有困難的時候 國家會介入 那假如你自己身上 不管你是離婚的時候 你難得有經濟 經濟上的 你是本來就有經濟能力的 可是你不服養這個小孩子 那國家會介入 讓你每個月 要拿出多少錢來 服養這個小孩子 用法律的方式 不可以讓女方要去捶前夫說 你小孩子我養不起 你要多少錢給我 這個國家介入 會比較妥當 為什麼 兩個都已經 為了不說 三句就彎起來 增加那個麻煩 你也直接 而且你是個小孩子 你要限制他的貪視權 集體出來 還要限制你的貪視權 這個要國家介入 看看你們覺得是這樣 所以這些資料 我是有參考一些 現在目前的婦女薪資 長期照顧 我後面會講長期照顧 伴侶的權益 跟異有脫育 家事法庭 現在家事法庭是 幾乎都在講婚姻的判決 心燒擾 心燒擾這個部分 就是說 現在也是屬於告訴乃論 心侵害 假如有傷害掉生命的話 當然就是形成案件的 那女性公共的參與 我相信以後 台灣民進府 女性的公共參與 會很熱烈 包括現在在場的女性 你們都是 有一些民法 我覺得是 我們現在有在訂一些法案 那問題 目前的家福中心 兒福聯盟跟世界展望會 這個都是一個 財團法人設的一個單位 那當然家福中心還不錯 家庭 因為我曾經也監住過 去任養台灣窮控的小孩子 我建一千塊的話 到他口袋 以前是七百塊 到那個小孩子口袋是七百塊 我曾經打電話抗議 結果後來才八百塊 兒福聯盟 現在有一次 這幾天的跑馬燈也是說 兒福聯盟現在有四千位的兒童 竟然沒有沒有飯店 這個國家都要介入的 不要讓他自己去募款 現在這個時期募不到款 現在很多募款 很失望 為什麼 九二一刀現在錢還在世界展望會 各個的電視公司 我相信還是有一大筆錢在那裡 我們沒有法跟他追這個東西 中華民國沒有那個法追那個東西 到時候那個錢哪裡去 我們也不知道 我也有兼三千三耶 我們在一起對啦 接下來是說家暴防治 家暴防治 目前我們現在有訓練黑熊軍團 這個也是警政的一個窗口 會比較快速的 當然第一接到通報的時候 社會局就是十二個小時應該要介入 安撫就醫或安置 建立口單紀錄 收證嘛 輔導 施暴防治 兩邊都要輔導 不能說只有一邊 其實 家暴的一個狀況也有很多情形 有的是評鑑夫妻擺飾 M嘛 是不是 家 其實有很多像太治所什麼的 有家暴的時候都一直會勸人家和 那不知道是中國傳統還是我們台灣的傳統 我沒什麼知道啦 台灣傳統疫情是社區 就是家庭的一個協助會有一些效果 那可是現在人與人之間 家庭之間好像聯繫的也不是很緊密 有的 有的 又有啦 家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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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就出民了 有啊 還是以前有這種傳統的 可是現在幾乎也 因為人口現在越來越少嘛 家庭啊不知道在哪裡喔 家庭也不知道在哪裡喔 所以變成現在小孩子對 會不管家庭這個熟熟伯伯啊 那些聯繫會一見來 會視為嘛 除非你有那個能力 我也是離開家鄉去到別的地方工作 那個家暴 家鄉的人不可能去給你處理啊 那是很傳統的東西 那現在就是 所以這個東西到後來有一個家事法庭 那當然這邊就有一個 有相對三方約談看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以前我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也是剛開始也很困合嘛 欠合嘛 那結果有一次那個女的打電話給我 我想 我就要自殺了 你給我欠合 欸 那也是很頭痛 很頭痛很頭痛 那當然有一個寄養 寄養小孩子假如是說婦女 沒辦法雙方離婚的時候 婦女沒有辦法 通常婦女都會阿嬤來去啦 可是這些帶著兩個小孩子 或三個小孩子 你要再去找工作 那是很難啦 又要照顧到小孩子 所以我們以後下面我會談到 小孩子的一些教育 所以那個寄養心理復健 中途之家 那是目前中途之家 就是會有 小孩子國中高中的時候會 只要翹課三次 就送到 就有口單出來了 要送那個諮商輔導 因為現在國小國中 都有一些輔導室 翹課啊幹什麼 有一些寄養的邀請 現在目前的寄養 寄養就是說它平常 我們平常會訓練一些比較 經濟能力比較好 家庭比較優勢的 有那個教育觀念的寄養 它就是說 假如一個婦女帶了三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要寄養的話 比較小要寄養 因為他要去工作 那寄養的話 現在是 家福中心是給寄養家庭是一萬五 萬五個 現在有這個 有這個 那個 中華民國還好 這個部分有做一些 那所以社區的資源也很重要 為什麼社區資源的話 就是說社區是不是設一個托餘所 托餘所 讓這些要需要工作 而小孩子沒有地方寄 托餘的地方 讓他暫時在上班期間 他可以去放心上班 這個小孩子叫在社區裡面的托餘所 這樣子 讓他下班時候可以接種 那接下來那個生產今天 生產的時候 普通現在各個縣市不一樣 有的是說一萬塊 有的也五千塊 那美國是這樣子 美國是食物補貼 食物補貼那是 現在目前也是鼓勵母親 乳母跟那個 養人喝給他吃 奶粉的話就是說補助 那個尿部各方面就是說 美國有這方面的那個福利 那是我們以後要怎麼跟 那懷孕初期的話 那就是剛證明說你已經懷孕的時候 那婦女就是會有一個營養所冊 那會有一些教育她怎麼 營養補充要怎麼來做 你比較喜歡吃的 有的婦女懷孕的時候 都有一個人說白嫂嘛 那你就是確實就是 你為什麼會白嫂就是 你的身體裡面就欠那些東西 你盡量補充就對了 當然鼓勵餵食母乳 那個牛奶的那個配方 那個廣告盡量減少 盡量減少 盡量減少 那陰影架的設置就是說 那個一個小孩子從出生到大 最重要時間其實是六歲 六年啦 那行為能力你要怎麼教她 從出生到六歲 零歲到六歲的話 是一個很關鍵關鍵的時間 像我小孩子我幾乎都是 三個小孩子 我三個小孩子都是我自己照顧 我沒上班 我自己照顧 所以我很知道小孩子的個性 小孩子還沒有想到的東西 我都提到想到 所以當然我的教育方式是 不好意思 我都是猶太人的教育 我是猶太人的教育 結果整個來 中國為什麼猶太人的教育 以後這個 我覺得猶太人的教育很不錯 那當然有的人是用其他教育 都很 只要有可取的 像德國的教育也不錯 日本的教育也不錯 要怎樣子自己去調配 那當然就是說 假如這個育嬰價的設施 目前中華民國是七年 要寫在旁邊上的 我會坦白這樣說 我覺得是三年會比較剛好 那為什麼講 家庭一個塑造一個小孩子的人格 是零歲到三歲更重要的時間 而且對他的安全感 你小孩子不要看那個小孩子 你即使是胎教 用音樂給他胎教 或者用什麼東西給他胎教 那是不是有影響他以後的人格發展 所以很多人 小孩子懷孕的時候 父女就很高興說 讓他聽音樂 不管他以後會變成摩扎特或什麼 確實有那個環境是很重要的 母親的安全感是 情緒也很重要 你假如情緒不好的話 影響到小孩子 所以這個最後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影響架設施是三年 那我們怎麼談影響架的時候 我們的影響架是公務部門的 會比較好做 那就是政府做嘛 所以從生產 當然你生產前15天預期 一產期 假如是說15天前 你就可以申請影響架 那正常的話 那就 我現在後面 這個地方就覺得說 假如有其他狀況的話 90天的 假如生產以後 90天的休養架 那這個90天 我講的就是說 從 也是從 那個假如是 講一個比較實際的 萬一是 萬一是 這個小孩子 沒了 就有90天的休養架 這樣說 比較快 那一切正常的話 你全心到 幼童滿三歲 那可是 90天的休養架過後呢 你要 在家工作 四個小時 美國是這樣子的 美國是這樣子 那在家工作的話 你很多 像公司 很多客戶中心 都可以轉到家裡來嘛 對不對 可以轉到家裡來 客戶中心可以轉到家裡來工作 做半天 你也可以在家裡照顧小孩子 你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這個休養架過後的 那休養架也不一定要女生喔 我這裡想講明白 不一定要 有的大夫也很愛護嬰啊 喜歡換尿布啊 有的爸爸也很喜歡做啊 讓他做啊 也可以啊 他也可以休養架 到小孩子三歲 陪他成長 這個小孩子的人格發展是很好的 那師不美的話就比較麻煩一點 可是 師不美我也是說 會建議廠商喔 七位主有那個責任 為什麼 七位主以外 假如說 這工程都是大補的時候 會收到 我還沒有交女朋友耶 我五點了 我腳上去折騷 女孩子 假如在工廠裡面 就很自然的 所以你那男女的調和啊 那個balance很重要 我會建議工廠 兩性的互動 對企業主是比較健康的 其實這幾年的國際很多公司 其實女性的能力 不輸男性 所以 時常上 女性的評語有得也還不錯 那育嬰假是兩年九個月 那個他 師部門的話 他這個薪水 因為他有工作半天嘛 所以你多支出那個半天的薪水 你累積起來 你可以扣抵稅額 因為等於你捐給財團法人 捐給基金一樣啊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部分 讓企業部門 共能夠有願意 有這個意願 讓請一些女性 雖然不會像以前 銀行不准女性生產耶 這不是不太好嘛 以前都有聽過嘛 銀行女孩子結婚的話 六七頭樓啊 這很不好 因為畢竟他還是有能力的 他可以 像銀行的話 你可以私不美 那個什麼 客戶的電話 可以給他去上班半天啊 在家裡上班半天 不可以嗎 還是有 客戶客業很多啊 你打進銀行 打進什麼公司 他一個客戶一轉 你自動可以轉到他家裡的電話嘛 你就可以處理公司的事情了 現在都可以辦得到 而且你電腦 自己有一個台電腦 你就可以上班了 所以並不會影響很多 並不會影響很多 那大家可以思考 看要這樣子做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小孩子從零歲到三歲 真的父母要待在身邊 不要讓老人家 他就在娶你 現在又娶你的兒子 娶孫 結果大家都生了八九天啊 很多 我的責任就是寵孫子啊 對啊 我的責任就是寵孫子啊 因為你兒子給我帶我寵孫子而已 我只有寵他 我不會打他 可是小孩子就不好啦 那夠有就不好 因為怎麼 父母有志願陪他成長 這很重要 因為你是他的 因為他會跟你親喔 父母跟他親 他也會跟你親喔 我還沒想到那時候 嬰兒說 這嬰兒很會黏我 我說很好 年父母啊 這個很好 你現在趁有 他要給你報 你趕快報 到國中他不給你報了 對不對 我們大家做母親都有這個經驗嘛 國中期的不需要抵 他要給他 媽媽可以不用去 不跟他 因為吃一個飯那麼久 那為我的時間啊 很無聊喔 對對對 大家都無聊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大家想一個辦法說 這個小孩子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生產率不是很高啦 而且全世界大概是最後一名了 沒有那個 現在比法國還慘喔 我聽了一天聽了一個說 一個國小以前差不多十年前喔 他的小孩子在那裡的時候 竟然還有八班 現在三班 你是不是多出很多學校 好 多出學校要幹什麼 我接著下來就要講的 長期照顧的部分 因為現在長期照顧的話 現在是男女都有 我現在講的是富有的部分 那一樣他也一樣 可以男性女性 他現在目前有一個社區大學 是一個中生學習的一個地方 大家朋友聚在一起學學東西 學學電腦學學畫畫 學學說人格一個 有的人還是會有一些 這輩子還是會有一些抱怨的 你要去傾聽 一些工作人員 社工人員要去傾聽 免得造成家庭的糾紛 那現在目前是有家庭教育中心 他都設很多課程 不妨我們沒有上班的人 可以去報上課 因為他有找一些心理醫師 心理上面的 還有其他的 教你怎麼 教你畫畫 教你什麼 一些活動 有一些課程表 養生課程表演 這個回照要怎麼做 自己做 以後我們也不用去倒什麼回收油 不要去倒了 我們自己弄來自己做那個回照 現在都有在做 美國有一個也可以做參考的 當然經濟上會比較好的人 他學校會開放一些投資理財 老年成長癮 這方面的 大家一起 現在學校也是有很多學校 台灣這些學校 台校現在很多 其實我可以跟你們講 他的目的幾乎在草地比 學校不知道多少 我不知道 現在開始有倒了 今年也是倒了一個 還是今年 倒了一間 台校 也有高中的倒了 樹林 所以 他們是在草地比 我是發覺蠻多的 私立學校 有的還是做得不錯的也有 當然就是說 這個學校以後要怎麼處理 那現在我們這個福利法是沒有去談這個 不會去談這個 還有我們現在展到一個未成年懷孕 未成年懷孕 一般來講 現在就是由學校通報 他們現在有一個關懷之家 關懷之家就是安置嘛 待產 那這個部分就是 頭一個就是你要向社會局去申請資源 諮詢 輔導 收養 那講到收養 我們台灣人 這幾年 以前 我講這個大概就是說 有的人說 沒有 沒有兒子 好像沒有後 你的姓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人的姓 並不是你本來不會姓書 沒有姓 我們的姓幾乎都是平補族 都是世姓 那 都是母系的一個姓氏 不是原來你 有人從中國過來的 那個姓氏都已經不在了 我可以講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其實中國那麼多 明朝清朝不是有很多就是說 犯了罪 要斬九族嗎 有沒有 聽過沒 斬九族 九族有多看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是把姓拋掉 那斬九族隨時抓你 你姓郭就給你斬掉了 因為你的 你的姓流的親戚 有犯罪嗎 九族耶 九族很快 所以我們不要去想說 我們現在姓要怎麼傳下去 沒有的事 我們不要有那個觀念 這個一定要打破 所以 不後 不一定不好 其實我們這一輩子 能夠 充裕的生活的快樂 有沒有 健康的 老來 有什麼 有老伴 有老本 還有一個老朋友嘛 這個生活才是 我們這種上任年紀人所要的 年輕人很簡單 認真工作 探疾 當然 你假如是說你今天 年輕人就是要學習 你沒有學習 今天我們來上課也是一個學習 沒有學習 還有你自己學習的態度 你學習的話就是你豐富你的腦袋 也豐富你的口袋 所以有人說一句 窮 腦袋就是窮口袋嘛 對吧 有聽過嗎 所以我最好做的事業 就是像徐旭東 高速公路設一個 每天錢也進來了 這個投資 不要一直說 一直做 一直做 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去招一些人 要來進來上課的時候 你不要摸那兒啦 那釘釘怎麼 我說 其實我以前 政治 政治 政治是國家大事 我下面一句 我就說不關我家事 我覺得我是不理政治的 都沒有這個差點在的 因為我是保險30年 我什麼人都好 只要我能夠做生意 那問題我認真工作啊 可是有的人就是做那個工作 薪水就是那麼一點點 就是那麼一點點 要增加很不可能 因為我做業務的話 增加是有可能的 所以變成說 他現在一直做 一直做 我說你現在身體好啊 你沒辦法做的時候 你錢要從哪裡來 你的養老金要從哪裡來 他中國人 天后你再去五點火看看 中正紀念堂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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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紀念堂跟國父紀念館 早上他五點這樣 怕待機拳啊 那小時候 吃一個很豐富的早餐啊 下午 下午茶 欸 舊舊說下午茶 每個人賣戶賣戶啦 大家口袋都有錢嘛 為什麼 公交人員啊 都是中國人比較多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 86年以前的公務人員 幾乎都是外省人 我們講外省人是 你們現在聽得懂 現在我是講中國人 不能說外星人 要說中國人 他的資源全部都給他們 這樣清楚了 86年以前 公務人員考試 他那個表格我看過了 台灣啊 21名 浙江還有45名 廣東還有60幾名啊 公務人員考試的時候 他投一個就會讓你填富極欸 你的富極填台灣啊 你因為台灣生長的啊 你一定填台灣啊 你不可能填福建啊 他就看到你 你是台灣的 那很多人科技 六處 21名 我問你 你考得上嗎 沒到爛了 因為 連新疆那個偏遠地區啊 八竿子打不著的地方 他六處還有十幾名啊 錄取還十幾名 那假如你是新疆籍的 你來考試 我們對 那個就是他們的公務人員 所以他照顧得很好 我們都不知道 很多人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 照顧得很好 而且現在瓦斯航也是啊 瓦斯航 我一個朋友買瓦斯航一個權利喔 他們都是農民退下來的時候 可以去開瓦斯航 就是統裝的有沒有 我朋友買來做 管理金多少你知道 四百萬 所以我現在講到這裡 又扯到那邊去了 對不起 離題了 大家可以做參考 所以這個婦女懷孕的話 就是說我們要打破那種思想 就是說我去領養小孩之後 不一定要自己從出 不一定要自己生 你這個小孩子 你要好好照顧的話 他還是 他也是會以你為榮啊 甚至我們常常聽到 外國人收養台灣的小孩子 到大的時候是不是來尋根 我的父母是誰 照樣都可以啊 人家美國 澳洲 紐西蘭都OK啊 我們要學這種精度 我們要有這個心胸 去撫養 這個家庭可能比較困難 小孩子有一個要給人家 我們就來看看 身體好好 我們就來起來照顧嘛 這也是替國家擔負一點責任 替社會擔負一點責任 就這樣子 我們希望以後我們的思考模式 是要拋開這個 要不一定要自己從出啦 不一定要自己從出啦 不讓他這個母親 我懷孕又在陶西 要尊重婚姻關係 一男一女尊重婚姻關係 不就不 那來撫養嘛 去認養一些小孩子 減少社會的困境這樣子 也是減少一些家庭的糾紛 託養制度 在滿三歲以後 要怎麼去到就學時間六歲 那公務部門的話 他自己要設一個託養的場所 這託養場所就是 現在學校也很多空房子 空教室 像我隔壁有一個卒中國小 他也是空出來很多 他也是收三歲到六歲 可是他都支付 他支付 所以以後我們就這個部分 當然就可以說 用比較便宜就是說 營養的餐點的部分 就是國家出還是怎樣吃 這個都可以談的 我們都可以談的 企業主一樣 也是他自己有場所的話 自己要設 空間不夠也一樣可以租借 附近的國小國中的空閒教室 那師資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說 社會局去統治辦理 現在學校 滿多學校都有設幼保科 政府也有開班一些 兒童教育 特殊教育的一個師資 這些都由國家來處理 資金人員 當然就是 這個資金的預算 可能就是要教育部門 這個來做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婦女 雙薪家庭的話 比較放心說這個是 不會像私人辦 沒有說怎麼講 有個私人辦的話 有個說 沒有在 他不在 減自尊 車都不合格的那個保母 有的也是這樣啦 車沒有合格的 所以變成說這個 假如有狀況發生的話 是不是要掉下他的 私人不滿的話 是不是要掉下他的執照這樣子 有一個處罰或者一個輔導的方式 那當然企業主他自己有設 育嬰場所的話 托育場所的話 那這樣子他有一些支出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那個 你類似扣抵稅額的方式 他比較有願意 那個 家庭收入減少以及補貼政策 那個是現在目前 英國跟日本都有在做 這個網路上我看了很多 那這個是錢坑法案 因為日本 日本 美國 美國也有這個部分 那個英國 他婦女上班的狀況 不是像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婦女上班的層數 會比較高 一個男生的收入 根本不足以養起一個家 是不是有這種困境 大家我們自己來看看 一個男性 以前可能說物資便宜 股價時數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那個養一個小孩子 可能母親不用上班的話 大概還OK啦 那現在都要上班 都要從事工作 有的女性也是很喜歡從事工作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萬一有一個萬一 萬一什麼 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離婚啊 分居啊 這個先生有一個 不管他是主要收入來源的那個人 他有病痛 住院 是不是這個家庭所有的經濟就崩盤 蠻多的 你們周圍旁邊的人有沒有這樣子 多多少少都會有 有的是阿公阿嬤有時候會去幫忙 有的還是也沒有辦法的 所以變成說這個 當然我們協助的對象 還是母親比較多 那就是說這個小孩子是不是要補助 因為他小孩子已經大了 不是在小朋友那個時候六歲以下嗎 六歲以上的時候 就要有一個生活的今天 我們今天是像很多國家都是 像美國像澳洲 他的生活今天幾乎都是 澳洲是我知道是星期四啊 我去過澳洲 那個星期四他是發放生活今天那個 所以他的商店會比較晚收收攤 其實很多國家現在的百貨公司 都是已經六點就打烊 不像我們台灣十點還在用 那個 尤其假日都十點才打烊 百貨公司 所以變成說這個部分 兒童我們主要 當然主要補助的就是兒童的生活費 那母親的話盡量補導他就業 不用自己募募收 那假如是傷病在醫院的 是不是要協助協助幫忙 幫忙他 不要一個人專門在照顧這個家屬 而致使他的經濟全部匱乏 那個經濟一匱乏 要再爬起來那是很難的 所以變成說這個補貼在英國是一個潛空法案 所以他的金額是上上下下 沒有錢就比較少 有錢就比較多 日本也是這樣 日本又還好 因為他那個日本的收入 向我退休 你也退休了嗎 你也退休了嗎 我請問這位先生你也退休了嗎 我請問你也退休了嗎 其實日本所有的老人家 他們福利是日本是做得滿不錯 為什麼 他們的銀行的存款幾乎 他假如過市 他的銀行存款幾乎快一千萬 對 日幣差不多多少錢 對 我們沒有呢 我刮掉大概到一百萬吧 為什麼他們有 他們老年年金 他們做得很好 就等於美金一千二 他已經穿日幣 算他們的朋友也是 因為他們老年家 也是會自己種菜啊 頂多會 頂多會買一些肉啊 這樣子 自己種菜 所以他們老人家很好過 你可以有時候 有空去台北或什麼的 一些老人家 日本的老人家來台灣 你都很快樂 我去日本去旅遊 我跑那麼多趟 日本只有我們家的房子 我掉下去 他們幾乎會出來旅遊的 都老人家 都老人家 有時候我要問他什麼東西 我寫漢字他還看得懂 他還看得懂 所以都老人家耶 為什麼他很快樂 我們台灣的老人家 我們台灣的老人家 怎麼啦 七八十歲還在修了去旅遊 我每一次看到這個 我就很心酸 尤其我這個 十幾年前我就打電話 罵慈濟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上班的時候 一個公司整個東大樓的資源回收 我幾乎都是固定給一個歐一桑 歐一桑他就是因為養一個小孩子 好像有點問題 他偏偏又還說要厚 還有要後代啦 還帶什麼 帶外男的啦 外男的你也知道 看到這個男生這樣子 他的心也不是 有心要在台灣耶 他也是會去賺錢 因為他們什麼 他娘家 比這個苦到苦 結果養兩個嬰兒嘛 兩個嬰兒 叫做這個阿公阿嬤 要養那個孫 駕就不賺錢了 就流流有問題嘛 養那個孫子 我剛開始問他的時候 以前他會 他一個三輪車去來收嘛 我跟他講 你四點半來 我就會下來 你就來搬一搬就可以回去 他的三輪車 那時候收入 實際還沒有做這個回收的時候 他還可以四萬多塊五萬塊 他們整家這樣是夠的 連那個孫子 那媳婦賺的錢幾乎都是回越南 這個夫家沒有可能給他 為什麼 兩個老子 七十幾歲還在收的阿基民 結果有持積的時候 他慢慢減少 我當然收棄了 我說我就靠著馬人 我也不客氣了 為什麼 很多 我們台灣很多 七八十歲 但是 他是最五六的 我就恭喜他 對不對 我恭喜他 五六五六嘛 我沒有工作啊 我家裡吃用不怕 五六 我把他抓一抓的這樣 可以啊 那假如你是三餐 這個 這個國家就有問題了 這個社會就有問題了 這個政府就有問題了 甚至 我上個月還知道我一個朋友 七十幾歲 他現在領那個老年年金嘛 三千五嘛 兩夫妻 領起來多少錢 七千嘛 他今年年初 他如果休校說 爸爸媽媽我機票給你買好了 去玩 一組回來的時候 我兩位想說 我來刷那個佈子 看錢進來沒 沒錢耶 他就跑到台中市政府去問 那我那個老年年金 國民年金怎麼沒下來啊 已經快三個月了 都沒下來 他看見說 嗯 你出國啊 你出國啊 你有什麼地方出國啊 半年後再說 再評估 這是什麼 國家沒錢嘛 國民年金沒有了 我們還在繳耶 我還沒到啊 我明年1月10號 我還在繳啊 他以後有嗎 不知道 這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現在所有 老年年金 國民年金 什麼 組織條例都被廢除了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以後可以 你們身邊的 你們回到州裡面 新竹來的請舉手 新竹州的 高雄州的 台北州的 台南州的 還有花林移動州的 你們回到州裡面 可以去哪 他們 嫌拜都有一些 那些資料 全部組織條例都已經廢除了 他還在收 所以這中國人 自始至終都是不守法 不守法 交五戰爭 他也不是不守法 為什麼有交五戰爭 那我就 這個部分我就很知道了 交五戰爭就是因為 韓國他有兩派 那時候是 最後一個 朝代的一個防後 就是明城防後 你們有看過明城防後嗎 他那個是主張開放 問題那時候 日本 天皇有去 扣官類似 讓你要開放 我要資源 我只是要買你的資源 他設一個大使館 韓國一向就是兩派 一向就是兩派 那北方就是 北朝鮮那些 那另外一派 他就是把 日本大使館 把人殺了 把房子都燒掉 所以引起交五戰爭 結果韓國是跟中國求救 求救的時候 他是有派一個袁世凱 袁世凱是很厲害的 可是陸地 日本沒辦法 可是他追到海上去 追到海上他就輸了 為什麼 那時候慈濟大後是很貪 甚至把北洋 李鴻章要建立一個北洋軍隊的時候 錢都拿去修圓民園 這樣說清楚 圓民園就沒錢了 可是北洋軍的鐵殼子 很好耶 叫一個國家 我忘記了 國家來建造的 可是他炮啊 他只有四炮而已 沒有真正的火炮 那時候是火炮 沒有真正的 那是適用的炮 結果變成說 要把他炮的時候 他日本天皇有一個皇后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皇后 那個燒帶 我現在要去 我有記啦 可是我忘記了 他就用他的私房權 去買了大清帝國去訂一台吉野號 中國不要 沒錢 交貨 日本天皇的皇后 就把他買下來 其實那個甲午戰爭 真的就靠他自己 吉野號進來以後 剩下他自己建造 都是木殼 他北洋軍隊 北洋軍隊的船是在渤海灣 是這樣子 日本的船隻是直線的 這樣攻進去 所以他那個幾個四炮打過來的時候 只能打到一艘 可是後面都是安全的 所以他的戰略是成功的 所以這樣前後不到幾個也就 我們看那個意思 所以一向中國都是不守法 我們可以看近幾年的我們的專利 台灣的專利 像清大 焦大 台大 成功大學 很多專利 你沒有主權 台灣沒有主權 這個專利都不算你的 這個專利到了中國 被他挪用的話 爛了皮阿摩耶 因為為什麼 我剛開始看那個 新台灣論的時候 林秘書長提告美國的時候 他有一個 頭一個是 台灣人沒有國籍 其實十幾年前 我講這個我沒感覺 為什麼 我一個朋友在中國經商 他為了一個專利 跟他打到高等法院的時候 那高等法院告訴他說 你台灣人沒有國籍 你跟我告什麼 你沒責啊 你沒責啊 犧牲多少 那幾億人呢 人民幣的 幾億人呢 又沒什麼 所以專利 現在郭台銘也是跟中國在告得很厲害 所以你沒有主權 台灣人沒有主權 什麼的 沒有國籍 我們是沒有人權的 等於我們沒有人權 所以大家要不要爭取 一定要爭取 所以接著下來我們是說 我們這幾個法案 我們看一下 補貼政策 現在剩下 一二十分鐘 我們來看你們有什麼建議 可以提出來 我們來改 不是我能力不足啦 要向大家學習 補貼 你們覺得 要多少 當然物價指數一個公式可以帶進去 就可以算得出來 補貼 十八歲以下 我們怎麼補貼一個小孩子 當然教育 所以以後我們的教育 國小到高中 大學都不用錢 那又不用擔心了 這好像先花費 只有生活費 生活費就比較好處理 生活費 還有什麼建議 接著上來就是 脫育的部分 脫育部分 以後的競技 可能會走社區進去 其實我們台灣人是很聰明的 很有創新的一個民族 現在你知道水可以做燃料嗎 有人知道嗎 有 H2O 水是不是H2O化學 氫是不是兩架 氧是一架 氫兩架 氫可以做燃料 現在有一家摩托車 它的鋼瓶裝 氫 而且它很安全 甚至這個鋼瓶以後在晒溫以後就可以換 摩托車沒電了 快點兒 裡面就有兩趟嘛 兩個鋼瓶 就可以去7-11換 你嚼一點燃料費 就OK了 以後我們都可以投資這個 我們要趕快 我們手腳要快 那不能再讓它過去 因為你知道 Tesla你知道嗎 也是電動車嘛 你知道本來在台灣的 被中華民國拿去中國的 你沒有頭路就是這樣來 你氣不氣啊 少年 你會生氣嗎 不會生氣 我是沒差耶 你有差嗎 有水都可以做燃料的話 很簡單 以後我們的建築法規要改一改 改什麼 我們以後的雨水要醒起來 那個就是錢 大家有沒有想到 給一個水燙啊 給一個摩托 你可以回車上去沖馬桶啊 你不是很省水嗎 哦 比較省水有嗎 給水啊 給水把它醒起來啊 裡面做一個湯啊 多一個摩托這樣而已 上面多一個湯 多一條桶 可以沖馬桶 蛤 不曉得你要一個管子自來水過去啊 就 對啊 可以啊 那個機器可以弄的 好 來 拖一制度 來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他去用 好 你說 哦 這個是海關 不是海關啊 這五條不是海關 對 我說那個西石的那個毒品吸了的話 你抓到就跟你槍斃 有沒有死刑 販毒的話一定是死刑 現在有嗎 沒有啊 因為他不是台灣民主府 最嚴重的很多社會問題 對 我知道 毒品 很清楚 學校都有了 這個我都知道 學校所以我們才要改革啊 因為說販賣的那就不可原諒啊 不可原諒 最大他 不要說九族喔 看他 他整肩都要槍斃 絕對槍斃 販賭絕對槍斃 對啊 這個我認為有點切切之心 因為現在很多 完蛋 完蛋 確實 他就要把你 我覺得啦 你們這幾年有沒有覺得 中華民國幾乎要滅你們的種 你們有覺得嗎 要滅你們種啊 或者小林村 欸 四五百人帶在頭上 你八百萬票選出來一個總統 既然三天無色無色 你假如你的兄弟姊妹在裡面 你急就急死啊 他要滅你的種啦 有激化的啦 我不是委員總天喔 我可以找很多生據 只有油裡就知道 還有棉子油 棉子油幾十說 要進口幾千噸啊 以前棉子油頂多一噸一噸多呢 為什麼 民族是棉子油呢 我們以前有 生家補車 做三個棉子油啊 迷信啊 還有腳踏車啊 沒有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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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我們就棉子油 再鑽一個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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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就好了 就沒車 比較沒車嘛 我 我騎過 我自己有收你過 就是 你來做沙拉園 對啊 給你們吃啊 各位 就是馬英九上來的時候 就是那麼多進來 你們不覺得嗎 我以前沒那麼多呢 因為我一個朋友就在經濟部 他自己也在講啊 他也是國民黨的啊 好 再來 再來 來 講毒品 那個毒品 那個 簡單啊 邊形 邊形啊 他自己回去國武塞 誰給你這裡 沒有那個 其實毒品以後要 讓這些 因為他們現在用醫療的 用刺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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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毒品啊 我覺得也是毒品 那叫什麼 頭肥 什麼鹽啊 因為我 醫學 我 醫藥我不懂 他那個是 吃了也是因為 會讓你睡覺 我感覺也是 那也是毒品啊 便宜整個喔 嗯 開出來啊 就是你 有去熱戒了嘛 熱戒一次 兩次嘛 三次嘛 他就用藥戒 我給你吃得分分盾 結果 我一個朋友 朋友的小孩子也是吸毒啊 他就是有在這裡 結果開這裡 我先吃得死去 他又 他又 也是弄到人 所以 這個毒品真的很灌爛 海關也很重要 海關 海關 調查局那幾 我一個朋友在調查局 那幾天跟我講 我跟他聊天 我說啊 你當時要退休 他說 沒你死的 我說 你可以提早嗎 我是想叫他來民政府 把一些那個調查局 所有的 所有資料 因為他說只能提供資料 法官判不判刑 沒他們的事啊 他說每一個海關都有貪污啦 都是集體的啦 連法院都這樣子 他是有資料的 我是有 是 還會通知你喔 今天要去抓好不好 不是 大的給你過 小的給你抓 都有 那調查局 我一直想 想叫他 因為他是客家人 苗栗人 我想叫他來 以後提供這些資料 來一網打盡 他很多資料 那多一部分 那未成年懷孕 這個我有一點想到說 近親的一個強姦 曾經發生過 一個女孩子好像有問題吧 智障 阿公跟他性侵 快生小孩子這樣子 怎麼辦 真的這個是優生學是要墮胎 都有問題 這個都有問題 優生學 所以這個婦女部分 像那個有智障的 男生女生我是建議結紮 我建議是結紮 真的我是建議結紮 強制結紮 可以嗎 媽媽 可以 真的 那個不行 近親繁殖 中國很多近親繁殖 都是阿達阿達 表哥表妹 對不對 兄弟姊妹 唐妹 有 中國蠻多的 台灣比較 傳統的比較少 同性就好像不太準 對不對 五等親 五等親 以外 好 因為婦女的部分 她現在還做得滿齊全的 有一些生命線 有885專線 885專線這個是諮商 諮商的 所以我們記得就是說 你假如要親戚朋友 要撫養小孩子的話 可以到官法之家 或社會局去登記 先登記 美國是這樣子 先登記 她會教討你有沒有那個能力 調查你有沒有那個經濟 適可 這樣 不一定愛自己生 我們這個觀念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 把人家也聽得沒關係 真的長大了 我們不要求小孩子去回報你什麼 我只是 像我小孩子我教育 她大學畢業 當兵回來 我小孩子是讀那個博士 博士畢業當兵一年回來 6月1號退伍 6月4號就去上班了 我說我都沒有留東西給你們 你們託主 我已經很努力了 自己要去死吧 那我阿嬤教我們 我阿嬤在媽 我們老伯 我們老伯社會就是死老伯 所以阿嬤要請她 她說她是很困難的 而且我們禮拜 又是禮拜四去 所以我們禮拜 她也是我們在耍用 所以兩個家庭很累很累 我爸爸也是很累 所以 常常我們阿嬤都媽媽 我們老伯 我說不早起來 鐵上要落 黃金下來 妳也要早上起來 再上班 我阿嬤是日本教育的精神 我這點有稍微學到 你生來之後 有能力工作就是要工作 付出這個社會這個家庭 你不要去製造國家的負擔 政府的負擔 我覺得是這樣的 所以以後我們 到這個 大家都很平順 二三十年後 大概就沒有這些東西了 也不用補助啦 你比我好一點 不用補助 對啊 我們都要不斷地學習 學習什麼 學習投資 學什麼 所以簡單很像年輕人 賺有一點錢 因為趕快買汽車 汽車是負債 我們要搞清楚 有錢人想的是跟你不一樣的 有錢人是很nice的 好不好 他們也很努力工作 所以你不要羨慕說 有錢人怎樣 其實有錢人是很努力工作的 他們也會有一些知識 所以小孩子要學習 就要讓他學習 那收養 那個未婚 還沒有結婚就 有的是 還沒有結婚嘛 有男女朋友就有小孩子 那個部分 大部分社會都是 雙方未成年的話 好像是要父母同意嘛 就可以結婚嘛 人家講的先上車喝補票嘛 那都這樣來處理嘛 可是小孩子還是要教育啦 不要太早 太早有子女 太早有子女的話 怎麼樣 你學習都還不夠 只有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你就要養小孩子 那是很慘的事情 我只有一個字 慘字 真的是很慘 因為你家庭假如後面沒有後盾 那是 有後盾也是會有問題啦 那 大家有什麼比較好的構想 這個長期照顧 家庭照育中心 現在養老中心也是 那是 就是 翁若伊現在五年以來不能變更 就是農地也可以建安養中心嘛 有的是安養中心 有的是養老中心嘛 這個部分 政府還滿是滿有補助的啦 現在目前的政府 可是殘障了就不一定喔 殘障你中國才有好補助喔 你中國人才有好補助喔 一般政府假如做不來的話是沒有的 都會減啦 當然也現在有殘障了 現在有給他們賣彩券嘛 這個部分嘛 是一個部分嘛 彩券現在公益的收入也是 補助在其他的地方 有清楚不清楚我們也不知道 沒有一個公布啦 有啦 買一些車 載人去看彩券啦 也有這種車嘛 市區 現在政府都有一些啦 還是有一些東西 有在做啦 欸這個硬硬架有沒有一件 沙尼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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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天的休養就是全薪啦 這也是勤薪啦 只是 很困難喔 就這個私部門啦 我就擔心的是私部門 就是企業啦 請你的企業啦 市民的啦 公司的啦 上市公司還什麼的 這個公務部門是 欸 你半天還是要家裡工作耶 這個 這個 這個美國的 這個比照美國 這個比照美國 喔 這個比照美國 喔 OK嗎 市部門是比較難一點 可是我是用這個喔 劣籍扣除喔 就等於他捐給基金 基金 的 捐給 基金會嘛 一個優因嘛 兩年九個月啊 半薪 半薪的部分 啊你有工作 你要薪水給他 他有做半天嘛 現在很多工作 這個電腦裡面 他可以作業嘛 我只要客戶部門就好啦 客戶部門就有啊 你轉接啊 那轉接 你現在 你出門的時候 你家裡的電話要轉到 你大哥大可不可以 喔 就是啊 就這樣子 就OK 要剖除以前那種 你現在也差不多有嘛 有了嘛 像我媳婦也是請了 啊 一年多啊 一年多的一 一音價 沒有領薪水 沒有領薪水 真的沒領薪水 啊 我這個是 是要在家工作半天耶 啊 啊 你四個小時 沒領薪水 有 有工作了啊 那這樣子 我們檢討這樣子 到這裡 準時下課 多了兩分鐘 謝謝各位